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个健康的社会 不应该 只有一种声音 武汉市中心医院 眼科医生 李文亮 2020年2月6日的夜晚 最早向全世界发出 武汉肺炎警报的李文亮医生去世了 首先我请各位 为这位李文亮医生 为这位艺人 为这位勇士 莫爱 李文亮医生是一位艺人 也是一位勇者 他发现了疫情 他发现了灾难 他不顾生命的危险 向我们中国人发出了警报 但我们用专制机器 以谣言的名义 给他扣上了帽子 把他打翻在地 甚至把他推下了火海 甚至还踏上了一腕之脚 他是在背负着传谣者的罪名之下 寒冤而逝的 他的逝去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也是我们中国人的耻辱 我们每一位中国人都有责任 配戴一朵白色的小花 来纪念李文亮这位艺人 同时我们应该从灵魂的深处 做真实的忏悔 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先来看武汉市公安局给他的那封训诫书 被训证人李文亮工作单位武汉市中心医院 违法行为 2019年12月30日在微信群里面 发布了有关华南水果海鲜市场 确诊了7例 SARS病毒的不实言论 现在我局依法对你在互联网上发表的不实言论 造成的违法问题提出警示和训诫 你的行为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 你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 这是一种违法行为 公安机关希望你积极配合工作 听从民警规劝 自此终止违法行为 你能做到吗 李文亮回答 人并按上了手指印 武汉公安分局又说 我们希望你能冷静下来好好反思 并郑重告诫你 如果你固执己见不实悔改 继续进行违法行动 你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你听明白了吗 李文亮回答 明白 并按上了手指印 被训诫人李文亮按上了手指印 2020年1月3日 训诫单位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 李文亮医生 李文亮医生 逝去之后 有一位网友留下了一段话 他说 希望他的墓碑上刻上那本训诫书 这是他人生最大的荣誉 也是这个民族最大的耻辱 李文亮的同事们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 因为共产党的禁止之下 也无法正常的说话 他们只能转发一句话 这句话是写在一块石头上面的 世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 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李文亮医生是一位凡人 但他也是一位艺人和勇者 而和他一起的同事们 也有很多都是这样的勇者 一位首先公布李文亮医生死训的同事 一位医生也被训诫了 因为共产党不仅要控制 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身 计划的身 还要控制我们每一个人的死亡 计划的死亡 按他们的标准 按他们的要求 按他们所需要的 有计划的去死 李文亮医生的死 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耻辱 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耻辱 我们不能否认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这个邪恶政权的帮凶 我们每一个人都向着李文亮医生 踩下了一脚 直到他死亡 我们其实就像一群居住在七黑山洞中的蝙蝠 我们害怕光明 我们惊恐阳光 所以我们互相刺下我们的双眼 我们已经习惯了在黑暗中 谁敢说出真相 谁敢说出阳光 我们就要把他错骨扬灰 我们就要把他撕碎 我们以为我们撕碎那个打明的攻击 我们杀害了李文亮医生 就不会有光明 也不会有瘟疫了 看看我们今天 像一群行尸走肉的僵尸一般 戴着口罩 龟缩在自己的乌龟壳里面 我们哪里像一个人类 我们像一群没有思想的野兽般 除了食物 除了生命 除了活下去 除了性交 我们哪里还有半点人的影子 在瘟疫面前 我们毫不犹豫的 把那些患者推向死亡的深渊 我们毫不犹豫的 把他们封门毙覆 毫不犹豫的 把他们送进集中营 送进焚化炉 我们是人吗 我们都是畜生 昨天李文亮医生死去了 而就在昨天晚上 有一位叫陈秋实的律师 也在武汉的街头 失了钟 她的母亲 发出了求救信 我一直不敢评价 像陈秋实这样的人 因为我没有勇气去站在第一线 而且打开摄像头 让全世界看到自己 看到真相 看到阳光 我希望李文亮医生 用他的死 来唤醒我们中国人 我们不仅要应该勇敢的去面对阳光 我们还应该关注陈秋实 去了哪里 他又遭遇了什么样的事情 在昨天晚上 我知道李文亮医生 用他的生命 已经唤醒了千千万万个中国人 唤醒了他们自由的心 唤醒了他们对光明的渴望 他如同一颗种子 但是我希望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 发芽成长 壮大 今天我希望我们更要关注 正在武汉一线的陈秋实律师 他去了哪里 共产党 把他抓去了哪里 李一生 请安息 请一路走好 往你来生 不做中国人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自由发声 我们下次再见